美国10号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 昨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此回应称 美国威胁土耳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作为自卫反击 土耳其正准备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部分贸易伙伴进行本币结算 不再使用美元或欧元作为中间货币 美国拿盟友开刀 对土耳其开征双倍的钢铝进口关税 导致土耳其货币里拉近日暴跌 然而这场经济战没有下退土耳其 阿尔多安呼吁土耳其民众卖掉手里的黄金和外汇 换成本国货币里拉 他说这是一场事关独立的战争 为了自卫反击 阿尔多安同一天还表示 即去年与伊朗实现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后 土耳其正准备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部分贸易伙伴进行本币结算 不再使用欧元或美元作为中间货币 美国越是施压 土耳其越是反弹 强硬背后不缺底气 作为北约唯一的伊斯兰盟友 土耳其是美国中东战略重要的支持者 土境内更是设有十多个美军基地 以及一个美国面向中东和非洲的战略指挥中心 目前美国由于叙利亚战略失败 加上俄罗斯在中东站稳了脚跟 其中东战略正岌岌可危 如果美土彻底翻脸 无异于在中东自断臂膀 把土耳其拱手让给反美阵营 正是深谙这一点 爱尔多安日前以和恐怖组织有联系为由 对十多名驻途美军士兵发出逮捕令 还冻结了美国司法和内政部长 在土耳其的财产 土耳其一系列强硬言行 试图对特朗普发出明确信号 如果美国继续对土耳其采取高压政策 土耳其将另寻盟友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